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节货币时间价值 首先来看货币时间价值概述 首先把握住货币时间价值概念 那么所谓货币时间价值 是指货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增加价值 注意关键词 投资和再投资 什么意思呢 意味着货币并非单纯随着时间吞移 就能产生价值增值 比如说我们把100块钱钞票锁进抽屉 你锁一年 打开抽屉 你会发现还是那张百元钞票 一分钱也涨不出来 对吧 那怎么才能让这100块钱能够产生增值啊 比如最简单的 我把他存银行 大家知道把钱存银行会有利息 有利息这个钱就能增值 而大家知道把钱存银行有利息 不就等于是货币进行投资有收益吗 由此明确一个重要观念 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在于 投资会带来收益 对吧 再有理论上货币时间价值率 是在没有风险 也没有通货膨胀情况下的 社会平均利润率 注意关键词 没有风险 没有通货膨胀 那强调这两个关键词 其实仍然是在强调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在于投资涉率存在 也就是说 即使在没风险 没通胀的理想条件下 我们进行投资 投资也会带给我们收益 而无风险 无通胀条件下的那份投资收益 我们就称之为是货币时间价值 如果是相对数的话 叫做货币时间价值率 而看到这 大家可能想起来了 货币时间价值率 不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纯粹利率吗 无风险 无通胀条件下 资金市场的那个平均利率 这是一个概念 好 明确了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之后 接下来要把握住货币时间价值的观念 什么观念呢 我们知道 投资涉率存在 将会使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 产生价值增值 而这就导致 注意 不同时点上的单位货币 它就有了不同的价值量了 比如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今天一块钱 比明一块钱 会更值钱 对吧 这就在告诉我们 不同时点上的单位货币 价值量不同 而且 怎么个不同啊 明确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情况下 肯定是发生时间越早的单位货币 它的价值量会越大 好 这个朴素而简单的时间价值观念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我们后边在讲解 预付年金中限值跟普通年金中限值之间关系的时候 就会入到这个观念 再者 既然不同时点上的单位货币 有不同的价值量 它还导致不同时点上的货币 是没法直接进行比较的 这就意味着 中长期操作决策 像投资决策 筹资决策 它肯定会涉及不同时点上的货币 或者现金流量之间的比较 对吧 那如果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这个决策是没法做的 对吧 因为不同时点上货币不能直接比 那怎么才能比呀 其实也不难理解 换算呗 也就是把不同时点上的货币 都统一换算成为 同一时点上的价值量 这不就具有刻比性了吗 我们就能够计算价值 以及进行比较 进而呢就能够进行财务决策了 而这个同一时点是哪个时点呢 其实哪个时点都无所谓 理论上是这样 但15当中 这个同一时点 我们通常选择的是零时点 而不同时点上的货币 都换算成为零时点上价值量 叫什么呢 就叫做限制 说到这 我希望大家应该已经联想到 我们在第一章讲到的财务管理的价值观念了 我们说一项资产的价值 是它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限制 而财务管理这个价值观念 其实就是货币时间价值观念的一种具体体现 这个观念得明确 好 再有 这个所谓的换算 其实就是货币时间价值计算 明确货币时间价值计算的性质 就相当于是以投资受益率作为换算依据 将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价值量 换算成为其他时点上的价值量 从而就能够在不同时点的货币之间 建立一个经济上等效的关联 而借助于这个经济上等效的关联 我们就能够比较不同时点上的货币 进而呢 也就能够进行有关的财务决策 好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 什么是货币时间价值观念 以及货币时间价值计算 它怎么叫做一种换算 好 假设其他条件都相同 那大家说 今天收到100块 和明年收到100块 哪一个更好 还是说一样 你马上会说 当然是今天收到100块 更好 对吧 因为今天一块钱 比明年一块钱更值钱 比如说 如果把今天收到100块 存入银行 就等于是进行投资 将会获得利息这份收益 继而 比如我们存一年 那一年之后 我们得到的本利盒 也得是100多块钱吧 比明年收到100块钱 要更多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以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储蓄为例 来大家解释一下货币时间价值计算 怎么叫做一种换算 大家知道 目前各价商业银行 一年期定期储蓄年利率 是1.65% 好 在这样的利率下 大家都清楚 我如果现在在银行里存入100块钱本金 存一年 那一年后 我能够得到101块6毛5的本利盒 没问题吧 这大家都会算 而这个计算 从货币时间价值计算角度来讲 它其实就是一种换算 什么换算呢 以年利率1.65% 这个投资税率为依据 我们把现在的100块钱 换算成为一年之后的101块6毛5 咱后不会讲 这种换算就是货币时间价值计算当中的 所谓中值的计算 反过来 大家也能算出来 在年利率1.65%条件下 我如果想在一年后得到101块6毛5的本利盒 那我现在得存入100块钱本金吧 那同样 从货币时间价值计算角度来讲 这还是一个换算 同样是以年利率1.65%为一句 我们是把一年后的101块6毛5 换算成为现在的100块 咱后不会谈到 这属于货币时间价值计算当中的 那个限值的计算 再有 大家也就容易理解了 既然在年利率1.65%的条件下 我既能把现在的100块换算成为一年后的101块6毛5 也能把一年后的101块6毛5 换算成为现在的100块钱 这不就意味着 在年利率为1.65%条件下 现在的100块 和一年后的100块6毛5 怎么样呢 经济上是等效的吧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货币时间价值计算的一些先导知识 对于初学者来讲 希望大家先把这些先导知识牢牢把握住 有助于大家理解我们后边讲到的这些货币时间价值计算 好 我们首先来看时间轴 时间轴是进行货币时间价值计算 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 大家回忆我们刚刚谈到的 所谓的货币时间价值计算 就是什么呢 不同时点货币价值量之间的换算 对吧 一种换算 那大家知道 我要想进行这种换算 我首先得知道这些货币或者现金流量 它到底发生在什么时点上吧 好 用来帮助我们识别货币或者现金流量 到底发生在什么时点上的工具 就是时间轴 大家看这个图形 这就是一个时间轴 不难发现 它和我们生活当中 用的尺子 是很像的 注意 它以零作为七点 一定记住 大家在绘制时间轴的时候 那个七点可不是一 是零 零是七点 表示目前进行价值评估 以及决策分析的时间点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 要把不同时点上的货币或者现金流量 都统一 折成限制 什么叫限制啊 就是时间轴 零十点上的价值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 零十点 它代表的就是第一期的期处 注意接下来 自十点一开始 时间轴上的每一个点 不仅代表该期的期末 同时也代表下期的期处 比如我们就以一年为一期 好 那零就代表的是第一年初 那一呢 既是第一年末 它也是第二年初 类似的 二呢 是第二年末 或者是第三年初 这个观念得明确 对吧 从十点一开始 每个点 既是该期期末 也是下期期出 好 咱举个例子 比如我告诉你 有一笔现金流量 是发生在第五年初的 我要求大家 计算这笔 发生在第五年初的 现金流量 它的限值 也就是它相当于 零十点上的价值 那大家告诉 我应该折现几年呢 你应该马上讲到 这笔现金流量 发生在第五年初 就等于是发生在 第四年的年末 对吧 那就是时间轴 四 这个点上 对吧 好 那这笔现金流量 发生在四这个试点上 我要计算 它相当于零试点上的 限值 怎么样 当然 得折现四期吧 这个观念 大家务必明确 好 我们再介绍 中值与限值概念 那么所谓中值 在英文当中呢 叫做Future Value 值一过来 应该叫将来值 所以我们就用将来 Future 它的英文字头 F 来表示中值 那在这里顺便提一句 货币时间价值计算当中 所有的这些个字母符号 都指代什么含义 是大家务必要记住的 因为在考试时候 所有的这些货币时间价值系数 都将以符号的方式 给出大家 而大家在作答的时候 你写货币时间价值系数 也得书写符号 那所以说 这些字母都指代什么含义 牢牢把它记住 中值用F来表示 就是那个Future将来的字头 好 那据得来讲 什么叫中值呢 是指 现在一定量货币 按照某一税率 折算到未来某一失联 所对应的金额 那么事物当中 中值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就是本利盒 比如我们前面举到例子 如果年利率是1.65% 那么我们现在 存入银行100块钱的本金 一年后 我们能够得到101块6毛5的 本利盒对吧 好 那从中值的概念角度来讲 这一年后的本利盒 100块6毛5 就相应来是 本金100块 在年利率 65%条件下 它一年后的那个中值 那就这意思 接下来限值 顾名思义 就是现在的价值 Present Value 所以说我们就用那个 Present字头P 来表示限值 它是中值的对称概念 是指未来某一时间上 一定量货币 按照某一收益率 注意在计算限制的时候 这收益率呢 也叫做折限率 折算到现在 所对应的金额 那15当中 那15当中 限值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本金 比如我们前面举到例子 在年利率 1.65%的条件下 我要想在一年后 获得 101块6毛5的本利盒 那一年后的 这101块6毛5的本利盒 它就相当是 未来某一时间上 一定要货币 好 那我现在得存多少 本金进去呀 大家知道 得是100块 好 那这100块的本金 就相当是 一年后的本利盒 10块6毛5 在折限率 1.65%条件下 它所对应的 这个限值 那大家应该有印象 限值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也可以说是在 操管理这门课当中 最常有表现形式 是什么呢 是价值 对吧 全称叫内在价值 或者叫做经济价值 我们第一章就介绍过 一项资产的价值 是该项资产所产生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对吧 接下来 复利 先明确 在所有的货币时间 价值计算当中 这个计息规则 一律是复利 就是所谓的利滚利 表现为 每期所产生的利息 要并入本金 作为下一期的计息基数 如此呢 逐期滚动来计算 具体怎么算 我们后边讲 复利中值的时候呢 再去细说 好 接下来 我们明确一下 复利中值和限值计算 与那个年金中值 和限制计算 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是时间价计算的初学者 这个区别 你务必把它听懂了 后边我们讲到的 这两组运算 你就能把它 界定的 非常清晰了 好 我们下来说 什么是复利中值和限值计算 明确关键词 一次性 什么意思呢 复利中值也好 复利限制也好 我们算的是一次性款项的中值和限值 那就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 存入银行 一百块钱 计划 第三年末 把这笔存款的本利盒取出来 那我计算的是什么中值啊 大家知道 本利盒 是一种中值 对吧 这是个中值计算 好 那这种中值计算 我们称之为是 复利中值计算 因为我们算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百块钱 这一笔存款 就这一次性款项 它在未来某一时点上的中值 那这叫复利中值计算 类似的 复利限制呢 同样是一次性款项限制 比如说 我想在第三年末 能够从银行里取出一百块钱的本利盒 那我现在应该存多少本金进去呢 我求的是 第三年末 就这一笔钱 就这一个一百块钱 它在零食眼上的限制 对吧 本金是限制吗 好 这叫复利限制计算 明确 复利中值也好 复利限制也好 都是一次性款项的中值 跟限制计算 好 那咱再说 什么是年金中值 年金限制 先明确什么是年金 咱后面细讲 在这里呢 先把基本的概念的 给它树立起来 说到年金 指的是等额定期的系列收支款项 好 大家先注意这么个关键词 系列 你马上想到 跟这个一次性就不一样了吧 说这个款项是一次性 那好了 它就一笔钱 说这个款项是系列款项 那肯定不是一笔了 它得是多笔款项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什么是年金中值 或年金限制呢 这个思路就有了 指的就是 等额定期的 这个系列 或者说多笔款项 它们的 复利中值也好 复利限制也好的 核计数 好 牢牢记住 关键词核计数 以后 只要谈到年金中值 或者是年金限值 你应该马上就知道 它们的性质是核计数 好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计划 未来三年内 第一年末 第二年末 第三年末 我都等额 在银行里存一百块钱 我一共存了几笔钱呢 存了三笔钱 对吧 好 接着 我打算 在第三年末 把这三笔存款的 本利盒都取出来 那那个核计数 有多少啊 大家马上想到 我算本利盒 这是算中值 而且算的是这三笔 等额款项的 本利盒 合计 好 明确 这叫年金中值 年金中值 是这系列 定期等额款项的 中值合计 类似的 年金限值呢 同样是定期等额 系列款项的 限值合计 比如说 我打算 未来三年内 第一年末取一百块钱 第二年末 再取一百块钱 第三年末呢 我还要取出一百块钱 好 为了能让我在未来三年内 每年年末 都等额 从银行里取一百块钱出来 好 那我现在应该存多少本金进去呢 大家马上想到 求本金 好 那就求限制 但很明显 我求的可不是一次性款项的限制 那不是某一个一百块钱的本金 而是这三个一百块钱的什么样 本金的合计数吧 好 那这三个一百块钱的本金合计数 那也就是限制合计 叫什么呢 叫年金限制 那最明确 年金中值也好 年金限制也好 这是合计数的形式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复利中值和限制计算 咱前面已经明确了 计算复利中值或者计算复利限制 关键词一次性 我们是计算一次性款项的中值或限制 好 我们首先来看复利中值计算 也就是一次性款项的中值计算 那具体来讲 所谓计算复利中值 就相当来是已知限制 什么样 已知现在的一次性款项 接着要已知利率 注意这个利率 确切说应该叫计息期利率 我们用I来表示 而且这个计息期利率案 它必须是在N期内 每期复利一次的利率 什么叫N期内每期复利一次利率 我们后边呢 会给出大家解释 在这里呢 大家先把这个概念记住 接着还得知道这个 计息期数N 当然 在复利中值 以及复利限制计算当中 这个计息期数N 你可以把它形象的理解成为 就是限制和中值之间的这个间隔期 就仿佛是 我们在一哈里存钱 存几年 比如说我现在存100块钱 我三年后 把它取出来 大家知道 能取出来本利盒 那就应该叫复利中值 咱们解释过 对吧 好 那那个期数呢 就相当于是三年级 对吧 好 接着是什么呢 求这个中值F是多少 那么典型的复利中值计算 大家就记住这个例子 你就能够知道它的性质了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 根据本金 求本利盒 那比如说 我现在在一哈里存100块钱进去 三年后 我把它的本利盒取出来 能取多少 这是典型的复利中值计算 就是现在存入的这一次用款项 这100块钱 它的中值 而且大家从复利中值计算的这个框架 还应该注意一个小的规律 对于简单的时间价值计算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价值计算 只涉及一个货币时间价值系数 那什么是时间价值系数 我马上会介绍到 那大家注意什么规律呢 它一定是什么呢 涉及四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而且是 以支 其中的 三个 来求 最后一个 是多少 比如负利中值 就想到是 以支限制P 以支利率案 以支七数N 求中值F 对吧 好 我们接着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推导一下 负利中值的计算公式 顺便呢 也让大家体会一下 什么叫负利 它跟单利 有什么不一样 好 我们假设 有一百块的本金 把它存进银行 存款的年利率呢 是10% 而且是每年负利一次的 那接着我们计算一下 这笔存款 就这一次性款项 它两年后的本利盒 这不就典型的 负利中值计算吗 一次性款项中值 好 咱一年一年的算 我们先算 这笔存款 第一年末的本利盒 这个简单 就是最初的本金一百块 再加上第一年 应当得到的利息 10块钱吧 本金一百块 乘上年利率 10%结果 好 合在一起 得到第一年末的本利盒 应该是110块 接着 我们再计算 第二年末的本利盒 怎么算呢 那就是在 第一年末的本利盒 110块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第二年 应当得到的利息 这不就滚动计算出来 第二年末的本利盒了吗 而且在这里 大家就注意到 负利的规则了 我们在计算第二年 应得利息的时候 我们乘以利率的 这个基础 不再是初始的本金一百块 而是第一年末的本利盒 一百一十块 换句话说 不仅初始本金一百块 在第二年计息了 第一年得到这十块钱利息 他在第二年也计息了 这不就是负利利滚利了吗 所以算出来 第二年应得的利息呢 是十一块钱 对吧 第一年末的本利盒 一百一十块 乘以百分之十结果 好 接下来 用第一年末的本利盒 当然一颗利息成为是 第二年初的本利盒 一百一十块 加上第二年的利息十一块 滚动得出 第二年末的本利盒呢 是一百二十一块 这是按照负利来计算结果 大家顺便验算一下 如果用单利计算 两年后本利盒多少钱呢 相信大家都会 怎么算呢 一百块钱本金 乘上一加年利率百分之十 就乘以那个两年期就可以了 计算得出 单利规则下 第二年末的本利盒 应该是一百二十块 好 你看 负利比单利怎么样呢 第二年末本利盒 多了一块钱 对吧 多在哪呢 很清楚 就是利滚利了 在单利的规则下 第一年得到的十万件利息 为计息 对吧 这两年 一律是按照出示本金 一百块钱来计息的 所以说两年利息呢 都是十块 加在一起二十 对吧 但是在负利规则下 第一年利息是十块 但第二年的利息 十一块 对吧 也就是说第一年的十块钱利息 在第二年的也继续了 所以说负利比单利 多了一块钱利息出来 到这个观念 也明确 接着大家考虑 这一百二十一块 怎么算最简单啊 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 这种算法太啰嗦了 这一百二十一块 其实就是什么呀 初始本金一百块 乘上一加年率百分之十 括号外边的 两年次方的结果 这不就这一百二十一块钱吗 好 那由此 我们就推出来 负利中值的 基本的关系式了 中值F 怎么算的呢 就是限值P 比如说现在的本金百块 乘上一加利率I的 七数N次方 比如这里的 一加百分之十的年利率 括号外边的 两年次方 对吧 并且这个一加利率I的 七数N次方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负利中值系数 而且通常的是用符号来表示的 而所有的货币时间 价值系数的符号 怎么表述 是大家务必要把握住 有规律 特别好记 你就先画一条斜杠 斜杠前面这个字母 代表的是这个系数计算的对象 比如这是一个中值系数 求中值的 所以说斜杠前面的就是中值F 那斜杠后边这个字母 代表什么呢 在这里就是 你根据谁来求中值 咱前面一直讲 负利中值是什么性质 一次性款项的中值 我们是根据现在的一次性款项 谁呀 根据限值P 来求这个中值 所以斜杠后边呢 应当是限值P 后边呢 是斗号I 表示是G7期利率 N期内每期负利一次利率 早就就是斗号N 表示是那个G7期数 对于负利中值计算来讲 也就相当于是中值跟限值之间的间隔期 当然后边你会发现 所有的货币时间加上系数 就开头这俩字母 有所区别 后边都是斗号I 斗号N 这个系数的框架 大家得记住 好 比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例子 现在的本金100块 按照年利率10% 每年负利一次的G7规则 两年后能够得到多少本利盒呢 大家习惯于这种表述方式 那就是用符号来表示这个货币时间价值系数 当然也顺便强调一下 这个所有的货币身价系数 不仅要记住符号 这个公式大家最好也把它记住 因为有些题可能用公式做更简便 后边大家也许会入那这样的题 对吧 好 用符号来表示那就是限值也就是本金100块 乘上一个负利中值系数F1P 利率呢是年利率10%每年负利一次 这个期数呢是两年期 那你可以查书后的负利中值秀表 你会看到这个系数呢是1.21 好 计算出来两年后的本利盒是120亿元 那在这里呢 我们以负利中值的计算为例 给大家说一下 所有的货币时间加义计算当中 一个重要的规则 就是在货币时间加义计算当中 这个季息期利率案 咱先前面也强调了 它必须是在N期内 每期复利一次利率 换句话说 牢牢记住 这个季息期利率案 和这个期数N 二者务必得是相互匹配的 怎么个相互匹配呢 咱举个例子体会一下 比如说如果我们以年为季息期 那么这个季息利率I呢 它就得是每年负利一次的年利率 相应的 那个期数N 当然也就是年数 那以年为季息期嘛 比如说 年利率10% 每年负利一次 好 说到每年负利一次 就告诉我们 这就是以年为季息期 好 那假设现在有一笔本金P 我们计算它两年后的本利核 也就是两年后的负利中值 应当怎么劣势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 代数式来表述一下 咱先用符号 看的会更清晰 好 用代数式来表述的话 两年后的负利中值 就是P乘上 1加10%的平方 而在这里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所说的 利率I跟七数N之间 这种匹配性 比如 这个2 就是两个季息期 在这里呢 就是两年 对吧 因为是每年负利一次 以年为季息期嘛 所以说七数N的是两年 好 那既然七数N是两年 以年为季息期 那这个利率I呢 当然也就得是 每年负利一次的年利率 10% 对吧 那如果是以半年为季息期呢 大家应该马上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季息期利率 当然就得是 每半年负利一次的 半年期利率 相应的那个七数N 也得是半年数 因为以半年为季息期 好 咱还举个例子 体会一下 比如 仍然是年利率10% 但不是一年负利一次了 它是一年负利两次 而大家看到 一年负利两次 应该马上就能意识到 它就等下于什么呢 半年就负利一次吧 换句话说 一年负利两次 就意味着什么呢 是以半年为季息期的 那既然以半年为季息期 那这个季息期利率是什么呢 也得是半年期的利率了吧 那年利率10% 半年期利率 当然就是10%的一半 5%了吧 所以明确 年利率10% 一年负两次 它就等效于半年利率5% 半年负利一次 也等于是以半年为季息期 而每期负利一次的 那个季息期率i呢 是半年利率5%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还是计算 现在的一笔本金P 两年后的本利和就负利中值 我能写成P乘上 1加10%的平方吗 显然不能 对吧 如果这么写 咱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这个2应该指的是两年 那对应的 这10%是什么呢 就得是每年负利一次的10% 但这是每年负利一次的10%吗 不是 这虽然也是年利率10% 但它是一年负利两次的 那也就是以半年为季息期 所以应该马上讲到 这个七数N在这里 就不能是2 应该是4 对吧 什么意思 七数N是4个半年 对吧 两年内有4个半年 对吧 换句话讲 本例呢 计算两年的负利中值 是要负利四次的 要经过4个半年 好 那七数N是4个半年 按半年 作为G77 好 那这个利率I 对应的 也得是每半年负利一次的 半年期利率 5% 那所以我们看到 列势应该是P乘上 1加5%的4次方 这个规则适用于所有的货币时间价计算 是大家务必要把它把握住的 好 我们再来看负利限制计算 类似于负利中值计算 负利限制计算呢 也是针对一次性款项来讲的 它计算的是一次性款项的限制 并且不难理解 它其实就是负利中值的运算 据来讲 计算负利限制就相当于是 已知中值F 也就是已知未来负利识点上 注意还是一次性款项 就这个中值F 接下来 还是已知G77利率I 仍然是N7内 每期负利一次利率 还是要知道G77数N 对于负利限制计算来讲 它也相当于是 中值跟限制之间的间隔期 好 还是已知了三个资料 求最后一个 谁呀 未来负利识点上的 这笔一次性款项 它相当于零识点上的 那个价值 也就是那个限制P 那么典型的负利限制计算 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 理解成为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根据 未来负利识点上的 一笔本利盒 来求现在应当存入的本金 对吧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例子 我要想在第三年末 获得100块钱的本利盒 那我现在应该存多少本金进去 这就是典型的负利限制计算 我算的就是第三年末 这一次性款项 就是100块钱 它的限制 对吧 这个要明确 好 公式就很简单了 我们知道 中值F应该等于 限制P乘上1加I的N次方 那倒过来 限制P就应该等于 中值F乘上1加I的 负N次方了吧 而这1加I的负N次方 我们把它叫做 负利限制系数 注意还是用符号来表示 这个符号大家必须得会写 咱再练一下 好 换个斜杠 斜杠前面代表的是 这个系数要计算的对象 这是一个限制系数 求的是限制P 对吧 所以斜杠前面呢 是字母P 接着根据谁来求限制呢 负利限制是一次性款项限制 根据未来某一时间上的一次性款项 也就是中值F 来求限制 那所以这个方式就有了 P杠F对吧 后边都一样 斗号I 这是N期内 每期负利一次利率 再有呢就是七数N 在负利限制 以及负利中值记载当中 它都代表的是 中值限制之间的间隔期 好 咱看个例子 体会一下负利限制计算 以致银行存款年利率 是2%每年负利一次 某投资者 希望在第四年末 能够获得1万块钱的本利盒 那现在应当存入银行的本金是多少 好 大家知道 第四年末的1万元 这不就是未来负易试点上的一笔 一次性款项目 这就是以致中值F了 对吧 以致利率I呢 是2%每年负利一次 以致七数N呢 就是四年 对吧 求什么呢 求现在应该存入银行的本金 那求限制P 好 大家看到 以致中值 以致利率 以致七数 求限制 这是典型的负利限制计算 好 按照公式 中值F就是1万元 乘上一个负利限制系数P跟F 利率在这里呢 应该叫折限率是2% 七数呢 是4 大家注意利率跟七数之间的匹费关系 这个4是4年 对吧 那这2%呢 也是每年负利一次的年利率 2% 对吧 这个观念 咱再强调一下 好 插表 这个负利限制系数呢 应该是0.9238 好 计算结果 现在应当存入银行的本金呢 是9238元 好 我们归纳一下 负利中值跟负利限制 我们刚才谈到 二者呢 是互为 计算的关系 对吧 负利中值呢 是根据限制求中值 负利限制呢 是根据中值求限制 正好是互逆的 好 那相应的 负利中值系数 1加2的n次方 跟这个负利限制系数 1加2的负n次方 这二者呢 也是互为倒数的 注意 在所有的货币时间加息算当中 我们一共会看到三组互为认算 以及三组互为倒数的这个系数关系 这是大家看到的第一组 负责的负责